当德开始不被尊重的时候 就要强调人了 人一消失的时候 就得靠义气 江湖义气的东西 而有一天义气一旦消失的时候 社会就要拼命维持最后的尊严 礼仪 大家没这个印象 你知道1985年我到北京来上大学的时候 满北京贴的标语是什么吗 五讲四美三热爱 谢谢你好对不起 一个五千年文明的古国 到了85年 在一片废墟之上 开始重新让全体的国民学习礼貌用语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都记得 五千年文明的古国 满街的标语到处写的是 请说谢谢 请说你好 请说对不起 我们有的一个最早的 改革开放初起的时候 终于有了一个类似民办的饭店 上面写的是本店店员不打人不骂人 为什么 77年年底 78年的时候我到北京 北京的每一个饭店 座椅的后面还站着两个人 一个人是等座的 第三个人是 就是在那一个人是乞丐 等着你吃完要去抢那个盘子 吃几口的 因此服务员经常是要打人和骂人的 想不到吧 各位90后全然想不到这些东西 那就是一个当没有道没有德 没有人没有义 礼都没有了的时候 得重新从礼貌这块开始建起 其实人和人之间何尝不是如此 楼大佑在歌词当中早就说过 朋友之间越来越有礼貌 只因为大家见面越来越少 天天见面的朋友 见面光一脚 孙子干嘛呢 好久不见面的朋友一见面就 老王最近还好吧 要从礼这儿重新开始 所以当我们讲礼貌的时候是对的 但是也意味着这一个社会 处在一个不高的道德层面 所以它有一个层层失去的过程 到了第81章的时候 作为结束了 我觉得上来老子也把我给挤了一顿 因为他强调的是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这个倒不是挤的我 他说真正值得相信的语言都不美 外表特美的语言不值得信 接下来他又告就是挤的我了 知者不博 博者不知 知也可以通假层智 智慧的智 两层含义都可以去想 真正知道的人 不会是什么都知道 而是在自己所感兴趣的领域 凿一口深井 他说什么都知道的人 其实他不知道什么 我觉得他说的就是我 希望各位能成为 开始的时候是广博地去吸取很多的营养 但是到了一定的年岁 做减法 打一口深井 最后道德经大家知道是用什么结束的吗 他讲天之道 他讲很多大道运行 他说其实大道的运行一定是把损有余而补不足 把世界多余的东西要拿走去补不足的地方 你看老子是中国慈善的奠基人 杀富济贫 这是物质上的杀富济贫 还有另外的一些东西 他说天道运行的一个规律都是损有余而补不足 当然这一切都不说了 最后当老子开篇的时候是朦胧美 道可道非常道 明可明非常明 但是到了结尾的时候 斩钉截铁 天之道利而不害 人之道为而不争 这十四个字 恰恰说明了老子道德经当中的最重要的精髓 或者说是老子道德经的道就在这十四个字里头 而他恰恰破除了一种消极的说法 如果要是消极的话 他为什么要让人为呢 他认为为而不争是最好的为 这难道不是一种方法论吗 而他的天之道 从做人的角度来说 何尝不该借鉴呢 你在你的群落当中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遵循天之道 对所有的人都有利而不害人的 而你自己做事跟别人讲 不用去谈竞争这件事情 因为老子前面很聪明地埋了个伏笔 他说因为你不争 别人便没人能与你争 老子之前说过 因此不是简单的一种不争 它也是一种路径和方法论 所以最后我就觉得 希望各位同济的学生 在与人群中 作为其中的一份子的时候 要从老百姓过渡到一个公民 而这个公民的一个核心的标志就是 远方的人也是你的熟人 远方的事也与你有关 你要去做利而不害的这一个 而当你做自己的时候 一生永远的为永不争 因你不争便没人与你争 你不会有任何的愿由 当你不争了就会静下来 当你静下来你就会幸福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吗 感谢观看